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2020年3月22日,是个星期日 我们正常开始五间的随便的聊天 跟大家交流一下 今天早晨,北京时间十点钟 我们看到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 有个新闻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是由我们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四个主要部门 其中有央行,有银保监会,还有证监会等单位的二把手 它的内容主要是跟疫情和金融稳定相关的话题 通过这个发布会呢 我们直接的结论是 他这次发布会 没有涉及到 我们最关心的 央行数字货币的问题 连提问都没有凑 再从这种 官方的渠道 获得相关信息 这次没有不等于以后啊 不等于其他场合不谈了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发布会本身就不是针对 这个央行数字货币的啊 可以从这个时候举办一个这种跟具体的工作有关的发布会啊 可以感觉到从我们国家来说啊 防疫这个主角啊 已经慢慢的都淡化了 因为我们国家的疫情啊 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 昨天那个我们看到江苏省委 江苏省委召开的会 他们的调子已经定成要防止过度防疫影响经济 这么一个调子了啊 现在就已经属于 开始大家都开始上班 好好工作啊 挽回疫情损失 这种这种调子了 那么我们可以期待 期待我们最关心的啊 我们现在连 这个工作的进度 我们一无所知是吧 曾经在春节前啊 媒体上的报道特别多 感觉那个风吹得越来越猛 那呼之欲出就快呼出来了 结果因为疫情来了 口罩一戴都不能呼吸了啊 到现在呢 我们觉得可能又开始重新呼了吧啊 大家就再耐心的等一等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发布会啊 中国这些官员 那个态度感觉到是一种胸有成竹的 胸有成竹的 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刺激性的 没有像美国那样啊 大幅度的减息啊 放水啊之类的啊 也没有说以后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只是说现在啊 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已经做了防范 而且里面提到啊 透露到中国 中国的股市也好啊 中国的资本市场 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资本的一个叫避风港啊 避风港 这是从19年就开始了啊 19年看到我们没有疫情的话 我觉得那些炒股的朋友应该是很高兴的 中国的股市反正19年还是比较健康的啊 稳步的啊 因为疫情的影响呢 在春节后开始有个大幅低开 然后呢 他又悄悄的又涨回去了啊 涨了一两个礼拜涨回去了 最近这个礼拜 因为全世界的股市啊 都是一泻千里哀鸿遍野 那么中国股市也礼貌性的陪着跌了跌 但是我觉得这领导讲的也是对 我们中国问题不大啊 我们也能有信心有把握处理好这些问题 但这是表面上的啊 深层次的挑战啊 其实也是刚刚开始啊 中国人 中国人的习惯是啊 先把问题化解了 再跟你讲 没事了 不会先给你夸大啊 制造恐慌 哎呀 说这个天要塌下来了 就像我们中国人办事 跟外国人逻辑不一样的 比方最搞笑的 你如果像那个英国的首相 居然顺就说 哎呀 这个疫情好厉害啊 我们政府管不了了 啊 咱们就那个什么啊 随便到了 反正60%感染了 这自然就好了 反正要死点人的啊 结果老百姓听了 他反而 哎呦 这都不得了 那行吧 我政府都不管了 我自己管好自己 都不上街了啊 啥也不干了 这效果反而挺好的 但实际上这个疫情在中国之外啊 尤其是周末我们看到美国啊 美国的感染数也破万了啊 美国纽约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那欧洲也不用说啊 有四个国家都是 那个情况非常严重啊 你单纯通通通他单个国家跟武汉比 都已经比我们武汉的情况要严重了 等于说你要在金融啊 经济啊 这个方面工作重点 那还是有这个防风险啊 这么一个内容在里面的 而央行数字货币这种工作属于创新型的工作啊 创新型的工作 他有可能就不是一种迫在眉睫啊 他会分个轻重缓急啊 也就是说有可能啊 不会像大家迫切希望的那样 很快的节奏出来了 那么上个礼拜 关于大家最关心的开网的时间的问题 哎呀 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啊 所以 我一直也不谈这个问题 因为你没有根据去谈 是吧 那有什么意思呢 官方 渗透出来的信息就比较少啊 报道就更没有 这民间的就是我们 plus token这个用户群体里面流传的 也非常少啊 那饶博士那么讲一下 很多人也很慌 但是冷静下来 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啊 那真的非常有可能 要到两三个月之后啊 我们说我们做的金融啊 金融第一是风险 什么叫风险啊 风险就是自己预料不到的啊 而且那种风险往往是自己不喜欢的 但是 你必须要做好预防措施啊 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真有那么长时间 我们该怎么过啊 我们怎么过好这段时间呢 人要吃饭是吧 养活自己啊 还要还债啊 这都是现实的问题 我们很多朋友很多用户啊 有负债 有负债 就算你没有负债 你如果是死等啥等啥也不干的话 九个月 可能把你储存的干粮也耗尽了吧 那你不能靠着每天听傅老师跟你吹牛逼过日子啊 我们都不是神仙 我们都是血路之躯啊 要吃无骨杂粮的 那去年就有人骂我 我觉得现在讲得有道理啊 那天天吹牛逼说开玩开玩 那就是不开 结果啥事没干 全耽误了 我们一直说是一颗红星两种准备啊 不要干等死等 找点事情做一做啊 这是必须的啊 刚才那个是个开玩笑 虽然你属于你自己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啊 我只是发表个人观点 没有对你进行一种啊 不够成诱导性的啊 也不够成约束性的啊 对不对 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没解决啊 我讲的话 你可以不信啊 但你信了 这个不构成约束性的条款啊 都是成年人 你造成对自己啊 啥一天有24小时啊 你用了一部分时间去吃饭睡觉 干别的 我吹牛逼也就吹了啊 长的时候一个小时嘛 短的时候半个小时结束了 你不能说我就耽误你挣钱了是吧 耽误你还债了啊 这不合理 我们讲一下在啊 普拉索肯 首先是没有问题 是指的他 从技术上没有问题 对吧 小周老师 最近啊 频频的跟大家分享啊 分享的 技术的干货啊 也跟大家讲啊 技术上 是具备开放条件啊 就剩下按钮的问题了 那么 饶博士啊 经常给大家 还有其他一些老师啊 对这个 我们这个币啊 叫资产的 跟踪和分析 告诉你 我们不差钱 啊 那个钱是管购的 不光够大家的本钱 而且足以不发 停往时间的收益 而且还会剩下很多啊 这是不用担心的 我本人啊 主要是从这个商业逻辑 普拉索肯的生态 跟大家就 我讲的是啊 跳出数据 看看 跳出 知识来看 把它综合性的啊 跳出消息来看 整个 跟大家分析啊 我们讲的 一直是 那个逻辑框架 叫三驾马车也好 三个子弹也好 它没有出问题 啊 这是个健康的商业心态 它官网完全 是意外 它不是 项目方 想官网 才官网的啊 是外界 不可抗力 造成的 他现在就说 想开 也真是 由不得他自己 啊 昨天 有朋友问 你看这个 币 确实没问题 这大家都 查得到 啊 技术也没问题 啊 你看这么大行情 那个西币大法 一出呼噜噜的 一千那么多个币啊 你看这两天的币世界 时不时的 一两千个比特币啊 就从这个交易所转到钱包地址了啊 这不全是普拉索肯达 必然有一两笔是普拉索肯达 你觉得他在抄底在囤币啊 那高位呢 会砸盘啊 然后把这段空间的利润就赚回来啊 这是他的正常的一个营业的方式 那有人就说啊 那是不是他就一直这么用我们的币子的大转特转的不开了呢 啊 这不存在的啊 不存在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说他跑路 都是同样的啊 就是这个 你有这种疑问 就是对他的这个动机的 动机的怀疑 就是他究竟是一个做事的项目方 还是一个谋财害命的啊 劫匪也好 小偷也好啊 就把这个理解清楚 因为呢 我们知道普拉索肯啊 18年5月份上线 他在3月份众筹的啊 好像在中国众筹是在4月开始的吧啊 有些老的会员是从众筹的时候就成为普拉索肯用户的啊 据我所知 这两天跟大家积极分享的侯行长啊 就是在众筹的时候去进入普拉索肯的 而那时候呢 有很多技术老师就查过 查过 普拉索肯开始就有6万多枚比特币 这个不是用户的 就项目方本身就拿了6万个比特币 才启动这个项目的 6万个比特币 按照那个18年5月份 那个币价 也好几十亿人民币呢啊 你提醒为止啊 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初创的企业也好 公司也好 他有这么大的启动资本 而这笔钱啊 按照现在世界各国的生活条件啊 可以满足任何一个通常人 甚至是奢侈人啊 比尔盖这个豪宅多少钱 也几十亿嘛 如果是这么一个人 他没有必要拿这笔钱来 做这种高风险的啊 事情啊 然后 向人怀疑 我拿6万个比特币做影子 我引出来60万个 然后一走了之 是不合逻辑的啊 这是不合逻辑的 而且我们 就算我本人 是18年10月份啊 成为帕拉索克用户的 那且不说 以前的五个月 那从18年10月份 到19年6月份 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项目方式 非常体贴的啊 非常照顾投资人的 比方说他时不时的 就把手续费 能给你减免掉 之后 应该有过两次啊 当天的收益不到账的时候 都会耐心的 及时的给你解释 然后给你补发 一点一滴啊 都是跟我们 就是说项目方啊 跟用户 那是同呼吸共命运 同呼吸共命运 到了现在呢 时间太长 项目方又没有发生 大家 对他 产生这样 那样的怀疑啊 都是非常正常 但你冷静下来 你 回忆一下 你思考一下 你会感觉到 他可能 比我们更难 有一种传说啊 就是开往之后的项目方 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项目方了 这刚才讲这就顺带就回答 有些人问啊 你为什么 你的信心 你底气在哪啊 这个我们几乎天天都在说 天天都在讲啊 当然 这也讲的是 从个人的认知 就是我个人 我是这么判断的 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仍然坚定的说 他百分之百会开往 同时 也无奈的讲 时间 真的不知道 啊 大致的判断 可能节奏啊 比我们想的 要慢一些 我们说从有了互联网 就有各种各样啊 明目繁多的 我为的互联网金融项目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资金盘 到了有了区块链 就出现了大量的披着区块链 外衣的各种资金盘啊 这些项目自生自灭啊 做大了 触犯法律了 出状况了 那就会出问题 有些人 我们知道的 只是那些出了大问题的项目 但是实际上 同时存在着 你不说成千上万 至少几百个在运行的 都有啊 有些人被割了 被坑了啊 被骗了 这些事情大家都不知道 而plus token 你就算是按照 那些负面的抹黑的言辞啊 他说史上 最大的这个那个的 至少他的金额 设计人数 非常大 但是你想一下 目前啊 YC那边 他官方 官方公告里说到的 三月份 被举报立案 六月份啊 把这些 他们认为的 嫌疑人啊 逮捕归案 你知道 我们通过不断的啊 那些细节 包括他的公告 包括一些用户啊 直接跟 YC那边的电话的录音 包括一些 期限过高的 创世也好 大神啊 进去喝茶 交罚款的经过 还有一些属于 我可以说 最早喝茶的不是创世 也不是大神 是在 七月十五号的时候 我们记得七月十五号 是我第一次从 YC人民政府那里看到 他官方的公告 同时就有 我们的用户 给我爆料啊 最早喝茶的人 是普通到 不能再普通的用户 那等于说 随机被抽查的 他们不属于 体现过高的 最高的才 人民币两百万 他们 应该是三个人 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上海 另外两个呢 也离那个 YC很近的啊 他们三个人 共同特点是 他们属于 黄牛党 黄牛党就是 买币开口的过程中 给你提供这个 买币 或者炒币 服务的 比方说他 用人民币收大量的 plus币 然后有很多人 不会开口啊 有很多团队 有很多团队啊 他的作业是非常猛烈的 你不会开 没关系 你把手机拿来啊 电话卡拿来 我给你全套操作 我把plus币啊 直接打到你的账号 你开好狗了 不是 你开好账户了 我把plus币打进去啊 等值五百美金的plus币打 打进去 你把现金打过来啊 然后他这个plus币呢 就是从我们的会员里面收 因为当时有那种收币群啊 炒币群啊 早点的会员都知道 这样子呢 在他自己的银行卡上的流水啊 就比较异常是吧 而且有的是买币开口的 他也会在火币上买了主流币啊 帮助你开口 最早 我所知道最早喝茶的是这样的人啊 那个当时 人就很细心啊 跟我交流这个情况的人啊 说他们 为什么去进去啊 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的流水啊 在火币上的流水啊 比较大 但也不是特别大 进去之后就 说 为什么啊 那边 YC的警方呢 为什么找你来呢 他会告诉你啊 你要交代 你这个流水怎么造成的啊 他说啊 我炒币的 我屯币的 我帮人开口的啊 然后会看你有没有发展团队啊 有的是没有啊 有的是发展几个啊 他会问你 你跟这些人有什么资金往来啊 币的往来 交代清楚就没事了啊 最长的一个是留置了23个小时啊 只是因为他跟警察叔叔啊 态度不好 态度不好 他说我又没有违法犯罪 我买币 卖币啊 就是正常的 买卖啊 也没有贪别人的钱啊 但是警察认为他态度不好 是吧 到了第24一般那个就是24小时之后 才涉及到是拘留啊什么的问题 态度不好呢 但是当时这个事情说得清楚的啊 就出来了 其他的就进去两三个小时啊 了解一下情况就出来 但是这人出来之后啊 他们很细心就说当时啊 警方那边就掌握的是大家的这个网体结构啊 我们现在现在就九个月了 这个基本的事实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 就说从阿里云那个服务器啊 下来的服务器上拿到的 那么应该是八月份啊 八月份公告上提到啊 还有那个水军就是湖北大会上 详细的说啊 他是那个叫上海军腾贸易公司啊 上海军腾贸易公司的反正代表就是王仁虎啊 他注册了我们下载的那个域名和交易所的域名 官方说缴获了上海军腾贸易公司的服务器啊 那个服务器里面有什么呢 他的数据基本上就跟我们APP里面那个 打开商业伙伴看到的一样啊 某个电话下面都能推推广了多少多少个电话啊 警方是根据这个电话 盗查出电话所有人的姓名身份证啊 然后根据那个姓名身份证到火壁上去了解流水啊 是那样的情况 所以这这些细节还包括维权那些人啊 他们的亲身经历吧啊 包括前前两天的我们说的少数边缘地区的少数地方的部分的会员啊 经过我们基本上啊 这些事大家了解了剖析完也心里放下了啊 放下了就是我们谈上的是个很大的事啊 大到让我们承受了九个月啊 始终觉得有希望在前头 但是啊 一个灯光灭掉又亮起更远处又亮起灯光 是这么一个故事情节 我们啊 在焦急啊 在煎熬 在难受啊 也在面对现实啊 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那对普拉斯托肯的认知啊 理解啊 就你可以不同意一些观点 但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啊 不用再翻来覆去的 很多人说不对吧 不对 这些啊 这数据你是推翻不了的 这些 刚才讲这些事实啊 也是已经发生的啊 你慢慢的可以梳理出一个逻辑脉络啊 所以说我们底气在哪里啊 在这里 但是我不方便给你专门的用一天 给你非常清晰的 把这三架马车三个方面的啊 给你一二三 然后就像那个啊 像法庭上一样 指出我这个事儿是谁谁听说的 那个谁电话多少 身份多少 证据啥 节评录音 这样子呢 我们是可以做到 但是现在没有必要啊 在我们 我说一说啊 有些事情 你如果把这九个月 我们不断的再分享 有的时候就碎片式的 有的时候就隐藏在 有一件事啊 分在几天的里面啊 一零半爪的说 如果你能啊 明白就明白了 很多人其实已经明白了啊 但是如果整合到一片里面 非常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目前毕竟啊 还属于 哎 也可以说我们配合 整个气氛吧 毕竟就在VSC那边 还属于一个正在侦查之中的案件啊 我们不想客观上造成跟谁叫板的效果啊 因为我们一直讲的是我们相信政府 我们遵守法律 目前为止 我觉得VSC所做的一切 我是觉得是向好的啊 什么叫向好 就是大家所希望的那种好 不影响 不影响 开网的最终大结局 那个 结果我顺带提个事啊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用户啊 都是受 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啊 呃 但是呢 互联网 尤其是个微信群啊 是 被管控的啊 而且今年就三月五号 已经升级了 什么升级是更严厉的措施了 所以刚才从一个微信群里退出来啊 不是因为那个群里面跟我有什么问题 是因为那个群里发的信息出了问题啊 那个信息是非常严重的 严重到什么 你看互联网或者微信群管理规定的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他直接违反了第一条第二条啊 这个我觉得每个群主啊 要有一个责任意识 因为 我们国家现行法律 如果群出了状况 群主是要担责任的 你不能说一个群员 发了一个事 发了一个设限违法的信息 你群主绝对有事的 那发的人也会有事的啊 哪怕你是转发的 转发跟发是一样的啊 治安管理规划条例上 这就属于在微信群散布不实之词 是一种 二一个污蔑 你不该污蔑的组织和个人 他的有量化标准的啊 一个是你这个帖子被转发五百次就构成 二一个在五百人的微信群也就构成 我们现在这群都竭尽满园啊 不是我多交情 我觉得威胁知道了吧 我必须得离开离开的不一定 一旦追追究起来 记上一看这个群里面当时多少人在场都都会有事的啊 有很多人总是以为哎呀我不小心转发的 不存在 你发了就构成这个事实了 跟你的主观欲望一点关系没有 我没看那种就发了 但你发出来了 你就得承担发的责任 而你不当回事是因为你的觉悟不够 你没有学过法律 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 这事我也不方便跟大家讲啊 我只能笼笼的跟你讲一个例子 曾经啊 两三年前啊 跟大家的没有关系 别的领域是 一个群里面啊 那个人是普通老百姓 建一个茶叶店啊 一中年妇女 他被人拉到一个群里面 那个群里面干嘛 在进行非法的宗教宣传 OK 过了一年之后 这个无辜的店员 因为他是想进去卖茶叶的 一看那个群里面五百人啊 后来一看啊 发广告都会被提 他也不发广告 过个一个星期 发现没意思就退了 整个跟他毛关系没有 那后来这个人 都会请去喝茶 过了一年啊 你想 这个群在不在都不一定 他跟群主也不认识 多无辜啊 同志们 还有一些家里有神童的 卧槽 普拉斯托克里面 有神童的家长 特别特别多 经常发个 发个信息 被群主踢掉了 然后说 哎呀 对不起 我孩子发的 是你孩子发的 你有教育之责 孩子发的一般都是一些 无关痛痒的啊 一些广告呀 娱乐呀 打游戏的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些 有些 信息 你一旦发出 谁都挽回不了啊 那个数据就记录在 微信 腾讯的服务器上了 你如果脑子里没这根弦啊 出了事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而作为普通人 你如果碰到群里面 有一个疏于管理的群主 不负责任的群主 还有一些啊 对自己 没有自律的啊 放任自己的无知 狂妄 乱发信息的人 你难道明智的选择 不是离开这个群吗 因为 你怎么知道 哪天不会引火烧身呢 好 今天啊 就跟大家聊到这 还是 想声明啊 以下 纯属个人观点啊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在此 仍然 祝愿大家 心情愉快 谢谢